上海的房价已经跌得让人受不了了 我现在住的小区已经跌了30%了 好多这几年买房的人首付都快给跌没了 哎 加油吧 大家最近找工作有没有发现长州最近很多的工厂都停招都停面不要人了 你想想那七倍场面试通过了 不通知你去入职 现在连电子厂他都不要人了 今年的这个行情真的是让人文化可诉 长白半的都少之又少 所以呢现在手里有活的话千万不要想着离职啊 外面的行情真的是不太好 那你如果现在离职了找工作了 那你现在就是个怨大头 真的没有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去挑 一个月能拿个六千两块钱先坐着吧 做到年后再说 看看年后的行情再换工作 这是 苏州中心 城市集市 看看这个人气 我记得最早刚开始的时候 人气很浪的 现在没啥人了 想当年刚开始的时候 这边也是 十分火爆的啊 现在 不如当年了吗 今天还周末啊 176的 中午 难道现在大家都不出来玩了吗 好不好喝 这边也没啥人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还人山人海 爆满 今天还没人啊 日子都不好过呀 刚才从市场出来 几个朋友也在聊天说 这两个月 文庙市场也没啥人了 大家的消费能力是越来越差 原以为熬过了那三年了 这个行情应该要好起来了呀 哪想到呢 熬过三年 还要再继续熬下去啊 这地方之前 做小吃的店 已经 关门了 这都 这都关掉了 我的天啊 速度中心 也扛不住啊 这么密集的人流量也扛不住啊 还好 现在已经12月份了 今年 23年眼看就要熬过了 再坚持一个月 就是2024年了 新的一年要加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你以为就上海的房子难卖吗 你以为就上海的房子难租吗 我看看2023年口罩之后 上海走了多少人 又有多少企业裁员 失业率暴增 产业链缓缓三口 失业的人多了 自然租房的人也少了很多 上海的很多区域 甚至减少了三成的租客 有的区域甚至腰斩 受影响最大的 就是外华外的低价房 高端租立市场 今年也倍数打击 租客不断减少 租金不断下跌 年底了 大家都准备回家过年了 你的房子卖掉了吗 租掉了吗 我被裁员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 在北京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惨了吧 30岁 已婚未孕 失业 没有专业的技能 好冷呀 虽然知道今年北京的大环境不好 但是真的到自己身上 觉得还是很突然 战事 国家图书馆 11月还在出差奔波半个月 早上还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下午就被约谈了 公司内部调整 我们部门基本都被裁员了 虽然公司最近效益不好 但是年前裁员 我还是觉得很突然 下午聊完 第二天过来办离职手续 然后就不用上班了 12月正常发一个月的工资 给交五险一斤 就没有其他赔偿了 2023年真的是裁员的人很多嘛 一想到马上过年了 又要有一大笔花销 一时间就觉得心里特别堵 因为我现在是已婚未育 94年也面临着30岁 说实话是准备要孩子了 因为年龄的确不小了 早点要娃身体也能恢复的快一点 感觉已婚未育 公司都会考虑生孩子 给公司产生的成本 感觉职场真的是很歧视 已婚未育的女性 听说还有的公司 会在入职的时候让拍个片子 好像是拍了半年就不能怀孕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好复杂 接下来做什么工作我一时间也没有想好 这么大的北京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 什么是消费降值 你现在去取快递的时候就应该感受到了 我周围的小姐妹以前买护肤品 那真是大几千的屯 衣服大几万的买 现在是能够找平替都找平替了 往年的SKP电庆里真是人山人海 你再看现在 我去逛了两次购物的人 寥寥无几 大家的消费真是在断崖式的降级 毕竟口罩这三年 经济环境确实是低迷了 存款也少了 兜里也没钱了 大家都在努力攒钱和节流 来获取生存的安全感 那在这种现实的压力下 无论你是被迫的 还是心甘情愿的进行了消费降级 我觉得都不是啥坏事 因为它让我们远离了一些 过度和超前消费带来的内耗 也让买不起 吃不起 穿不起 平替这些话题 成为了热门的讨论 散水270亩大厂倒闭 曾经也是纳税大户 几千名员工 出货穿流不息 当法院查封封条一天 一夜停工 巨型机械上一生产线不再轰铃 只因这个工厂 是做建材行业的 房地产企业一个接一个的暴力 背后是大量民营甚至上市公司心酸类 房地产拉动经济年代一去不复返 可谓是只有时代下的企业 没有企业的时代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正经历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 导致不少地区的幼儿园面临关闭的命运 近期 湖南省教育部门发布通知 指导有序优化幼儿园资源配置 这标志着中国省及政府层面首次正式指令关闭幼儿园 持续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12月6日的一个会议上 湖南省教育部门负责人夏志伦表明 未来5年内 出生率变动将对本省的教育规模和结构造成明显的影响早在11月29日 湖南省教育部门就已经发布了一项通知 要求各地根据未来5-10年的人口出生率 学龄人口变动以及城镇化发展趋势 一定2024-2035年中小学幼儿园的布局调整还优化方案 通知明确指出 农村地区将原则上不再建设新的幼儿园 并且城市中新建的义务教育学校规模应控制在2000人以内 湖南省在全国范围内出生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首当其冲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2021年 全国在原幼儿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0.27% 而湖南的降幅达到了0.86%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超过三倍 到了2022年 全国在原幼儿的数量比前一年骤减3.7% 而湖南则经历了5.8%的降幅 因此湖南成为今年首个提出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幼儿园支援整合的省份 实际上自去年期 全国范围内幼教育构纷分关闭的现象锐意普遍 根据教育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2022年 全国的幼儿园数量已减少到28.92万所 较前一年减少了5610所 这是自2007年来首见的年度下降 到了2023年 情况更为严峻 众多幼儿园面临无法招满学额的困境 难以吸引足够的儿童入园 继幼儿园之后 小学教育也不入了这一行列 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 在2022年 全国普通小学的数量减少至14.91万所 比起前一年的数据下降了5162所 换言之 2022年 全国的幼儿园和小学共计减少超过了1万所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 未来几年中学来自大学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湖南省下达了关闭幼儿园的命令 并同时只是小学也要进行缩减 湖南新田县的负责人在12月6日召开的会议中指出 是2019年起 该县农村教学点从104所优化整合至现在的16所 整合比率高达84.6% 黎阳市也已宣布 在未来三年内 将对规模不足100人的小型学校进行至少一半以上的整合优化 面对全国出现的幼儿园和小学的关闭潮 大陆网民纷纷发表评论 表示人口的急剧减少是不肯逆准的趋势 有网民提到 现在连35岁的人都难以找到工作 劳动力明显过剩 生育的动力自然减弱 不少网友还援引过去计划生育时期的极端口号 讽刺政策的频繁变动和内部矛盾 同时 也有网友引用了作家张爱玲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和恐慌 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 在今年11月 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遭遇近三年来最大跌幅 同时 制造业价格进一步下滑 这暴露出中国经济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通缩风险 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未有改善 继续成为经济复苏的重大阻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12月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上个月年比海月比均下跌了0.5% 该降幅超出了蓬勃经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0.2%降幅 为2020年11月以来最大的同比下降 尤其是肉类价格同比大跌19.2% 其中猪肉价格降幅达到了31.8% 成为最值得关注的数据 若排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不动的核心通胀率年比持平为0.6% 与10月数据一致 显示在持续的通缩压力下 政府正试图应对刺激需求的挑战 另一方面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下降了3% 而市场预期为下降2.8% 这是10月份2.6%降幅之后的进一步下滑 这标志着中国PPI连续第14个月下滑 也是自8月份以来的最快降速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遭受包括日益增长的地方债务 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国内外需求减弱等多众不利因素的打击 消费者的支出区域谨慎 紧缩消费预算 经济经济复苏的脚步 但复苏似乎迟迟未能如期到来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四似乎 推特